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就和大家讲一讲 这个一字马啦 又是猫猪国产和纳亚成的 这个其实是一位同学者的要求 其实我都很惊讶 有人会这样问 也很惊讶自己没有想到这个识字 因为其实这个识字也是有多些巧妙 或者有多些提示会比较容易做的 也都戴上头盔 这个形状我是很不喜欢做 我是从心底里很不喜欢做 不是好像后弯做了会觉得不错 这个是我完全混乱 我都练了很多年了 但是都不行 不知为什么 好的日子就行 不好的日子真的不行 是好像没有进步过这样的 那不知道啊 都算了 都认命了 那这样的 所以变了呢 跟大家分享的都是我小小的意见 看看帮不帮到你 是的 其实一开始我对一字马的形象是完全没有好感的 就算我很小的时候 那些同学们都在玩一字马 我也是玩大字马 虽然我大字马都能获得到 但是一字马完全没有感觉 直到有一天我就看了一本书 如果说原来你这么漂亮的 那好吧 我就开始去尝试去接受它 好了 那大家很多人都会觉得 我做不到一字马 因为我的腿很紧 其实这个答案只適合了一半 因为一字马是很迷幻的 前面那一半就是一个 关于是 有点前弯 也是关于你的腰 和你的大腿后肌 和小腿那些 但是呢 后一半就是一个后弯 因为你的宽屈肌要够开 够合作 不要扭手 不要这么硬 才可以帮到手 其实宽屈肌是一组什么 其实是一组的肌肉 好心好心好心 就是连续着我们的上半身和下半身 这组肌肉很多人都会觉得 是因为我们常常坐 我们走 我们走 我们走路滴 跑步 都会令到这组肌肉是紧的 所以变了 我们今天 就会分开两部分 头一部分 就是按照我们的形状的前面 而后半部分 就是我们的身体后面 那我们的色字 我会告诉你 我不会持续太久 要看看你自己的身体状况 有需要的 持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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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们就开始了 我们就关了我们的身体前面 这里 Pepa就刚刚自问了他的后脚 他的组肢很漂亮 我也想像这样 但是不幸 我不是 好 不要说这么多事了 来吧 我们了 一开始做了一个前弯 我们就会站在脚 脚是大约的 例如这个是广度 不是这个 这个是长度 身头的指指向前方 便会向前伸展 留意到你向前伸展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 大腿的四头肌 要开始收紧 下腹也是收紧少少 向前伸展 我目的不是想把大腿贴在肚子上 反而是想感觉到肌肉有没有收紧 我有一个伸展的感觉 我的上背伸不想握住一块 脚趾和针一样重 另一个色指就是金字塔 设计是很像开花 我做了一个 前后后 留意到的一点就是 我两边盆骨仰视 右边即后边那个 要对着前头 所以自己研究一下 如果我的右臂要对着前头 我的脚趾要应该放在哪 记住的膝盖不要塌 前面的脚趾分成在地上 后边的脚趾尾巴 然后慢慢向前伸展 继续我们的身体 一个伸展的感觉 前面的大腿四头肌又收紧 下腹收紧 在这里呼吸 右边脚趾不要反向天 转回到地上 这个是重要的 接着由这里 我们会做一个扭转的三角色 右手是放左脚 或者放在左脚的外面 然后慢慢推开地下 上半身就会向左扭的了 留意一下 这个应该比较夸张一点 右边脚趾尾巴 剪回到地上 两只大腿内側 像一个有细细的摄来 持住前脚肌肉的力 收紧 以上的色纸 对我来说 是可以帮助我 打开我大腿后的东西 如果你觉得有需要做久一点 绝对没问题 你觉得不够厚 你可以找一下 有什么色纸可以帮你 可以打开 我会选一些站在这里的色纸 因为有多空间走 如果我坐在这里 你觉得我地下已经压住了我个人 所以移动的空间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多 我不能感受到那么多 接着就会说我们身体后面 要开我们的敷衡机 你需要一条毛巾 毛巾其实就是沾着我后面的膝蓋 我们做一个低公布 是一个四方形 换句话来说 我右边膝蓋在腰部的正下低 留意又是了 前面的脚感觉拖向后面的 左腿推向后 右边腿感觉推向前的 后腹带的方向 拉近的膝蓋 接着保持我这个形状 慢慢下爬贴近胸口 然后微微卷起胸口 同一时间你做这类情况 留意右边腿 仍然保持想推向前的感觉 你会感觉到大腿的四头肌 也会感觉到大腿的四头肌 也会感觉到肚子的肚子 肚子的肚子的肚子 就是肚子肚子的所在位 然后我们会做一个低公布 所以将整个肚子向前头 留意右腿向前 左腿向后 手推开大腿 留意一下你推开大腿 或者是想浅起肚子的肚子 而我下半身 仍然压向地下 右蜉坠向地 肚子拉向天 如果你想做多一点点 幻想一下 你想伸直右脚 还有可以的话 放在膝蓋吧 升起膝蓋 还是脚背押住在脚外 幻想一下 伸直伸直是右脚 右蜉坡向前 我现在就觉得在这 放在这个执席位 接着做King Arthur 这个就是留意自己膝蓋 所以我用毛巾 弄一下 对我更安全 而且膝蓋 只想放在牆邊 腳背會壓著牆 留意我自己做得太久 腳指甲會壓在牆上 很不舒服 我很多東西有關 左腳踏在地上 留意左邊感覺推向牆 後褲袋也是指向地上 不要跳起屁股 我們盡量慢慢地推開大腿 我們想把腳踏向牆 有些人會問 如果我的腳踏出來會否好些 還是壓在屁股後面好些 你會向自己的 當然如果腳在外面多一點 你會更加感受到大腿 和呼吸股肌的身體的感覺 但要留意自己的狀況 我自己會再做多一點 因為後面的部分是有一點後彎 我喜歡做以下的訓練 來到我們的桌上 我想找回自己的腳踏 即是後彎 下腹要微微修 去支援我們的樓盤 保持所有東西都穩穩 然後我會把我的右腳伸直 例如我的腳趾在鼻子上 我整隻腳都有力 從屁股去到腳趾 保持整個身體 盡量穩定的 收起下腹 然後我會踢右腳向天 踢的時候是用力去踢 不像拋著腳 不是有力的 是呼吸的 保持一個微微後彎的狀態 我自己會踢大桌十下為一座 剛才那些膝子對我來說 可以盡量打開我的超爆緊的Hip Fiver 還有這個大腿越來越緊 以下就真的來試試怎樣做這個折牙 練一隻左腳前右腳後 這隻很棒的 我練那隻真的很棒 這樣就很簡單 先伸手放在外面 左腳前右腳後 去到某個位置 我忘記說了 一隻腳也算的 找一張滑一點的 沒有找到那麼絕的 如果一隻腳太絕 就要是在地板上穿對墨線 幫你很多 去到某個位置 你覺得 好像開始有點感覺了 先看看 我的左腿有沒有拉向後 右腿有沒有向前 嘗試一下感覺到 我後腿是否開始有多一點力 我沒有辦法可以伸直它 前面的腳跟感覺拖向尾 我們找到我們的盆骨 盡量比較平衡一點 或者你站在那裡 或者慢慢用另一個呼氣 去放鬆一點的人 沉向地 又是了 從時間到時間 插回熱 右Hip是否拉向前 左Hip是否拉向後 就算你落到地 留意自己 不要把左邊捉住 再找到右邊的大腿的感覺 貼近地上 保持前頭大腿的四頭肌 有一點收緊的感覺 下腹一點收緊 後面的屁股也一樣 收緊一點 收緊 不要忘了呼吸 如果你發現自己 後腿真的好 我前面的腳好像舒服一點 嘗試向前伸展 因為向前伸展 其實是鬆回後方的呼氣 沒有那麼甘 伸展的感覺 以上就是我小小的分享 有個溫馨的提示 就是對自己要保溫油 這個式子 對有些朋友來說 很容易就這樣下去 但是對很多人 我仍然都是 需要很多時間 很多熱身 才可以做得到 叫做得到 我也試過有一次 就是很 很沒耐性 就是拍一聲 又是聽到自己 那次自己做生意 拍一聲那一下 幸好就很快就好回來 但是那個感覺 真的好不好受的 所以怎樣也好 記住要時間和耐性 好嗎 那希望你覺得 OK啦 這個課程 希望可以幫到你一點點 那我下次見大家 拜拜